第五百三十八节 家里总是有柴 以前总有左邻右手的呢 过来要些柴会 老牛也喜欢送人 现在不行了 自从搬到新画坊 他披的柴就没人要了 都是大家豪门的 上门要两斤柴火 这不够丢人的呢 这让老牛很郁闷 自从家里开了一个烤鸭的馆子 他的手艺才算是有了用武之地了 烤鸭子需要用果木 所以呢地上啊 全是梨木和桃木 拿了小板凳坐在旁边 看老牛劈柴 觉得很舒的 老牛的斧头很锋利 劈柴的动作也好看 手腕子一翻 木桩子上的果木 就被劈成两半 劈开的果木啊 居然不倒 于是呢 老牛又是一斧头 鼻青脸肿的 就不要到处吓跑啊 中人之势 也用不着 拿着自己的身体去拼呢 这给人的感官不好 以为你啊 彻底的融入了皇家 老牛放下斧子 端起茶水 滋溜一口 又开始自己的劈柴大业 已经被人认为融进去了 魏征今日特意来警告我来着 说我这样下去会死 云叶拿着一个小柴火棒子在地上画的圈 那也没必要把你吓成这样吧 男子汉总是需要有担当的 被人家一句话就给吓回来 你还在朝堂上混什么呀 不如早点回玉山教书是正经啊 他今天说了很多 我不在乎他说了些什么 我在乎的是他说话的方式 小侄真的是被吓着了 他说话说得肆无忌惮 什么都说 什么都敢说 半点遮掩的意思都没有 把陛下这些年干的事啊 兜了个底调 还告诉我 大臣天生就是站在皇帝的对立面的 限制皇权不至于过度膨胀 就是他的天职 啊 这话没错 大臣就是干这个的 皇帝和大臣是共生的关系 谁也缺不了谁 在互相的争斗中找平衡啊 大臣过于强势了 是国家的灾难 皇帝过于蛮横了 也是国家的不幸了 两者总要找到一个均衡点的 通过博弈 找准各自的位置 云叶的嘴巴张得老大 没想到老牛也是这个意见 惊讶什么呀 这个天下可不是皇帝一个人的 也有我们的份儿 皇帝一个人打不下天下 看样子 魏征已经认为 你就是那个破坏皇帝和大臣之间均衡势力的一个外来物 所以警告你也算是给你面子和情意了 你以前怎么不对我说呀 那时候要是说了 我保证躲得远远的 哪一方我都不掺和 哼 小兔崽子 这个时候想起埋怨我了 大臣们总是在阻挠你的任务 就是因为你干的活都是皇帝想干的 说句简单的话 都是皇帝没能力干的 这现在有了你 皇帝的手一瞬间就伸长了好多 这是不是他的 他都往怀里拢 别人眼馋呢 所以就要分一杯羹 你小子做事又毒 不愿意把利益均分 所以出现现在的情况不奇怪 云叶站起来 给老牛的茶壶里填满了水 转身就往外走 老牛喊着他 啊 你去干什么 这个时候可不敢胡来啊 老老实实的在家待着 我知道 我这就回家去接老祖宗哈雷 等我把他迎回来之后啊 就打算出门访友 好多老朋友都已经很久没见了 想的话 啊 那就跑远些 听说你家造了一艘大船啊 去海面上跑跑 这比什么都好 顺便帮你审婶给剑虎带些东西去广州 听了老牛的话 云叶又转回来了 跺着脚说 哎 伯伯 难道我真的只有跑路这一条道可走啦 那魏征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们不惹他不就是了 哼 小子 有道可走 你就偷着笑吧 你只要在长安待着 就会有大麻烦 不是你找麻烦 是麻烦找你呀 走远些吧 等他们打的差不多了 再回来 到时候夹起尾巴做人 魏征不可怕 但是他代表着大多数人的利益 这个就可怕了 啊 不可不防啊 云叶见老牛还是不温不火的样子 无奈之下呢 只好离开 走出花厅的时候 抱起了两个胖嘟嘟的娃娃 又狠狠的亲了两下 才在牛婶婶的鹤妈声里 大步走开 星月很兴奋 非常的兴奋 家里要接星军了 76年才有一次机会呀 这是家里的大祭典 哎 就说嘛 这夫君为什么这么厉害呀 这师门原来是星军呢 就听着名字差了点 哈雷 这位姓哈的祖师 一定是一位了不得的人物 世人愚昧啊 才把祖师爷爷叫做扫把星 这晚上躺在床上也在暗响 原来自家的家学如此渊源 有星军保佑啊 寿儿 夕儿 将来不难成大器呀 心中充满了喜悦 还有两天 祖师就出现了 偏偏夫君一整天跑得不见人影 可真是的啊 这么大的事情 没了他怎么行啊 那日木 灵道 这两个呀 那就是两个吃货 什么忙都帮不上 老钱 老钱 你快去看看 屠户把猪杀好了没有啊 记住 猪头上不能有一根毛 让屠户把猪脖子上的肉啊 多留一圈 那这样猪头看起来大一些 哦 夫人放心 那头猪啊 是长安城里最大的一头 已经有六百斤了 人家根本不卖 是看在咱家要记组 这才送过来的 您没见呢 那头猪啊 大的跟牛犊子似的 啊 这就好 这就好 你听好了 咱家记祖师爷 不小气 所有的贡品都选好的 全家都要穿红啊 记得啊 看着老钱 颠颠颠颠的走了 星月这才松了口气 转头就看见纳日木和灵的两个人说说笑笑的从花园子走了出来 一个人跨一个篮子 篮子里边都是粉红色的杏花 这下子眉毛都竖起来了 指着两个没心没肺的那就是一顿臭骂 家里温室的杏花就开了这么一枝子啊 就等全开活了呢 插到花瓶子里寄组 这下可好了 全被这两个给祸过了 抽出鸡毛胆子 就在两个人的身上猛抽了底下 气死了 你不干活还尽天乱 见两个人揉着屁股 吱哇哇的叫了两嗓子 还想把杏花拿走 就更气了 打算再教训两下 就听夫君的声音传了过来 啊 好了好了 不就是一枝子杏花吗 有没有都无所谓 后天清晨 老祖师就会出现 家里做好准备就成了 他们两个年纪小 你就不要过于磕躁了 本来星月已经不气了 听见丈夫说他们两个年纪小 这立刻就发火了 一个二十 一个十九 孩子都生了一个了 还小 你这是嫌我老了 不老 不老 瞎眼的才说夫人老了呢 二十四岁的年纪 正是花一样的年岁 好好的啊 我的眼睛疼 扶我进去 星月赶忙把云夜 扶进卧室 拿了师部啊 轻轻的给夫君擦脸 当时为了逼真 他和李泰都没有留守 眼眶子疼得厉害呀 师部金子一碰 云夜就倒吸凉气 杀千刀的李泰 下手这么重啊 星月不由的小声嘀咕 少说 说不定 这会儿李泰的王妃 也是这么骂我的 你就骂他 和骂我 有什么区别啊 灵档端来了药膏 那日木呢 点上了宁神的檀香 他看得出来 丈夫似乎非常的疲倦 不知不觉中 云夜就昏昏睡去 星月哪儿都不去了 就坐在床边守候着夫君 他不知道 这两天发生了什么事情 只知道夫君这两天 似乎过得很艰难 男人家的事情 一般不会对女人兜底的 自己只能在家里的事上 帮上夫君一把 其余的就无能为力了 星月长长的叹了口气 给夫君掖一掖被子 看着他的睡梦里 都愁眉不展的样子 心里就酸酸的 都说男人家活得邪义 可是在星月看来未必 这么大的一家子 都要靠夫君一个人操持 平日里看着清闲 画个乌龟 刨个竹笋 和一些顽固嘻嘻哈哈的 去胡混 这都是装给外人看的 夫君好像很少真正开心过 也就那个响马一样的西童 还有猛家寨子的那几个怪人 来的时候夫君好像才能真正的高兴起来 姐姐 夫君好像不舒服 您看 她的脸都红了 好像发烧了 铃铛拿自己的手贴在云页的额头 试了一下 赶紧对胡思乱想的星月说 星月拿手试了一下子 果然额头很烫 星月就没有见过夫君生过病 没想到这一病居然来的如此突然 那日木抽气着就骑上了马 狂奔着去找孙思苗 云家顿时陷入了混乱 老奶奶从佛堂匆匆的赶了过来 姑姑 婶婶 姐姐也围拢过来 各个面色漆黄 都回去 手在这里像什么话 叶儿不过是在发烧 没关系的 睡一觉起来就好了 老奶奶的眼睛四处看了一下 除了留下星月和铃铛 把别人都撵了出去 孙思苗匆匆的来了 手在云页的手腕上搭了一下 就开了药 吩咐随同来的药奴 赶紧煎药 自己坐在云页旁边 给她进行进一步的检查 检查完毕 才对老奶奶和星月说 她是有此过度 以致风邪入侵 还好啊 她的身体不错 喝上两副药 就会好的 云页喝了药汤之后 又昏睡了过去 发了一身的汗 看着好像好了一些 还没到四更天的 身体却再一次变得滚烫 这一次比第一次来的还要迅猛 星月听着夫君沉重的喘气声 不断的拿冰水敷在额头 那日木 灵道也拿着棉布 沾着烈酒 擦拭云页的腹沟骨和叶下 这一套降温的手段全用上了 云页的体温也没有降下来多少 星月把手攥紧 放在嘴里咬着 泪水哗哗的呀 却不敢出声 小铃铛已经被老奶奶撵住去了 只有那日木 面带着笑容 不紧不慢的照顾丈夫 不许你起怪念草 夫君说过 他如果出事了 你们都要好好的活下去 把孩子带大 云家注定 是要成为豪门大家的 星月把流血的手 从嘴里取出来 平静的对那日木说 我不管 云木反正喜欢你 多过喜欢我 你 把他带大就好了 如果夫君出事 我去陪夫君 你们 好好的活着就是 没了夫君 我活着也没意思 夫君知道我傻 我任性 不会怪我的 老奶奶一巴掌 就抽在那日木的脸上 恶狠狠的说 再敢诅咒我孙儿 不用你自杀 我这就打死你 孙四秒在地上走来走去 苦思良策 云叶很少生病 堪称从来不生病 没想到这一病居然如此凶险 打退了一波又来一波 似乎要把云叶以前没生的病 要一次生完 程咬金 牛俊达 秦琼 玉池公 天不亮就来了 看过云叶之后 个个搓着手 毫无办法 只能央求孙四秒想办法 云叶这样的重臣 这病重 自然要禀告皇帝 等云家的人走了之后 一个黑衣人走进来说 回禀陛下 蓝天侯云叶确实病重 病得很凶险 高热不退 他的妾室已经做好了殉葬的准备 这些已经探查无误 李二烦躁的让黑人退下 昏兽一般的在大殿里来回踱步 才要让人准备仪仗 亲自去探望 却见长孙盛装出来的 陛下 您去不妥 云叶现在只是病重 生死未知 您去了 别人就更加恐慌 还是臣妾去 比较妥当 李二窥叹一声 自顾自的去了后宫 烦躁的对内侍说 今日 霸潮一日 李成前已经在云家了 他听到消息之后啊 没来由的感到 一阵阵的恐惧 身子冷得厉害 哆哆嗦嗦嗦的爬上了一匹马 披风都没有披 就风驰电掣的赶往云家 才到云家就看见李泰穿着一套做实验的破麻衣 也匆匆赶到了 成楚墨黑着脸坐在台阶上一言不发 云家的人越来越多 当云家的部下穿着铠甲 站在前后门上的时候 整个云家哀伤的气氛到了极致 这是在学秦雄和玉池弓呢 满身杀气的站在那里 就是为了防止不干净的东西进来 长孙的鸾架在云家排放底下就停下了 步行着穿越了整个集市 今日集市上依然很多人 大家都把手捅在衣袖里 等待云家传出侯爷好转的消息 在今天 就算是再勤勉的伙计也吆喝不出来了 大家默默的做着交易 如同鬼狱 老秦把长孙迎进来了 小声的介绍着病情 孙先生说云叶之时私有过滤 以致外邪入侵 再加上他从来没有真正的休息过 所以才会病得如此凶险 长孙点点头 坐在床边上的凳子上 让众人全都退下 只留下星月在跟前 他从怀里掏出一枚缝针 交给了星月说 这是本宫的信物 是陛下册封我为皇后是给的 我一直保存着 现在我把它交给你 有了此物 你可以向皇家提三个要求 只要不过分 陛下一定会答应 太子也会答应 星月抓着凤沛乌烟的点着头 眼泪流的是越发汹涌了 连皇后都不看好自己夫君的病情 这让人情何以堪呢 长孙低头看着呼吸急促的云叶 轻轻的抚摸了一下他的额头 轻轻的说 我还记得第一次见到你时的情形 你从牛家匆匆的跑出来 穿着一袭新衣 头发也没有挽起来 就那样像条马尾尾一样 飘在后面 样子非常的紧张 还有一丝得意 就像小孩子捣乱成功一样 迷迷糊糊的 一头扎进了侍卫群里 被人家擒住 不断的讨饶 我看得很清楚啊 见你第一面 我就觉得你和我很投缘 果然 我预感没错 后来我们成了师徒 相处得一向不错 陛下想收你为义子 你居然不答应 当时你挺着胸膛说 你要让云家成为一个大大的家族 延绵万事 我和陛下都在笑话你 小叶 建立一个大家族不容易 需要做很多的事情 这你也清楚 所以这些年 你从未懈怠过 太累了 小叶 你是一个好孩子 我们都知道 你有时候 宁愿委屈自己 也不愿意 让你喜爱的人伤心 太上皇 太上皇 陛下 我 身脚上的泪花 好像 要把他活活的馋死 那些该死的手臂 像皮条一样 打着弯 蛇一样的 从地面爬过来 抓着脚脖子 就不松手 不愿意 不愿意 我 不愿意